亚太报道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星期三宣示就职 次日 中国新华社只做了一般报道 其他媒体并未跟进 也不评论 对于中国官方低调处理美国新任总统就职 有学者认为 中国需要观察美方的言行 以避免关系恶化 请听本台记者乔龙的报道 在乔治·拜登就任第46届美国总统当天 中国外交部网站声明制裁特朗普总统任内的 国务卿蓬佩奥等28名官员 周四 中国官方新华社对拜登宣示就职 并未有特别报道 而是引述美国媒体及国际通讯社的一般报道 新华社看出一篇分析文章 一直提及拜登面对疫情 美国内部裂痕和恢复经济的问题 完全没有提到美中关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 在记者会上只是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对拜登政府就抱有期望 对于中方来讲我们发展中美关系的政策是一贯和明确的 我们一直强调我们愿意本着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鸣的精神 同美国加强对话和合作来妥善的管控分析 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 那么我们希望美方和我们相向而行 我相信只要双方都有诚意 展现智慧 真正的去相互的倾听 尊重事实 本着善意来妥善的管控分析 我相信中美关系也有无限的可能性 关注中美关系走向的 北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原讲师吴强 本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他相信拜登会有一个系统性的对华政策 意味着从经济到安全到军事到文化 科技交流 对中国是采取所谓竞争性合作的一种态势 这种竞争就像布林肯所说 会继承川普总统的一种 趋向于对抗性的竞争 也许会试探性的建立起较多的对华管道 实际上是对抗性的合作 对抗和合作相结合 国务卿布林肯在上任前的听证会曾说过 中国无疑是美国最大的挑战国 至于中国若敢对台湾动武 那将是严重错误 他还说拜登政府将延续对台承诺 确保台湾自卫能力 吴强认为拜登上台后 对华政策的主要变化是对抗中有交流 而不是停止与中方交流 这也是中国所乐意看到的 据中国商界人士披露如何在拜登上任后 恢复中美贸易关系 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议题 而中国贸易代表已做好了以美方重启谈判的准备 一周前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复兴星巴克公司前首席执行官舒尔 希望他帮助修复中美关系 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和外国商人之间罕见的直接通信 对此 吴强说中国官方急于和美国修复关系 中国问题学学者马国强对本台说 拜登近期的中国政策属于临时性未来政策 取决于美中对话以及谈判结果 对于中方对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等28人实施制裁 拜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中方对美国总统就职礼的同一日 做出裁决是试图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之间制造分歧 相关制裁是毫无效果而且是充满仇恨 来自两党的美国民众都应该一同谴责 马国强认为中国此举只是为了出一口气 向自己的国民有所交代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担任公职近50年的美国总统拜登 对中国事务一点都不陌生 他曾经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更在担任副总统期间 多次与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往来 拜登对习近平对中国的看法有没有发生转变 他的看法又将如何影响美中关系呢 今天本台记者唐家杰的报道 1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当天 在一场政府官员宣示就职仪式上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拜登回顾了一段两人过往的交往经历 很久以前当我和习近平在青藏高原时 他在一场私人晚宴上问我一个问题 我们各自都有一名翻译 他问我 你能给我定义一下美国吗 我说可以 一个字可能性 我们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去做 拜登对着近千名 透过视讯参与仪式的美国官员们说 你们就是我的可能性 拜登百般嘱咐这群官员 要认识到自己是人民公仆的本质 并强调以尊重的心态面对每个人 现年78岁的拜登 与中国有不少往来的经验 纽约时报曾统计 自2011年初起18个月期间 当时是副总统的拜登 与习近平至少会晤过8次 两人在仅有翻译陪同的情况下 至少私下共处了超过25小时 报道称 当时奥巴马派给拜登的一个任务 就是透过接触 好好评估这位即将掌权的中国领导人 我们当时试图要搞清楚 习近平是一个怎么样的接班人 在奥巴马时代担任 美国驻港澳总领事的杨素蒂 证实了这个说法 他告诉本台 当时他与时任国务院东亚助亲坎贝尔共事 一起探索当时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 以及为美国政府评估 中国新的领导人习近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拜登曾夸赞 习近平是一个聪明人 很会问具有启发性的问题 拜登在2013年访问中国时 习近平更以老朋友 相称资深的美国外交官杨素蒂回忆道 习近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似乎是可以与之合作的人 但他说 美国也很快发现这些只是假象 习近平已经成为极具集权特色的领导者 他消除任何以思思反对的意见与声音 习近平在香港 新疆和中国国内打压异己的做法 都让美国人感到非常不安 在去年2月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会上 拜登以恶棍称习近平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民主意识的人 他批评中国在新疆集中营 关押上百万维吾尔人的做法 四年后 拜登重回白宫 国际局势已经风云万变 尤其是美中两国关系 正降到历史的新低点 特朗普政府重新定调了美中关系的战略竞争本质 更放弃了过往的接触政策 在1月19日以来 多场拜登内阁的提名听证会来看 拜登政府正在释放从某种程度上 接手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信号 包含准国务卿 国家情报总监 财务部长都表示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当拜登正在国会山宣誓就职时 中国外交部发出制裁28位川普时期 反华官员的声明 更点明了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拜登政府白宫国安会发言人何恩 以电子邮件回复本台时表示 中国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同一日做出制裁 是在试图制造美国的党派分歧 这不会奏效的 美国两党反对这种无效又偏激的举动 拜登总统期待与两党领导人合作 带领美国战胜中国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 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20日举行就职典礼 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受邀出席 这是台湾自1979年以来 第一位代表台湾政府正式受邀 出席就职典礼的驻美代表 台湾总统泰英文21日在脸书上写道 这充分彰显了台美关系的提升 以下是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同时在推特与脸书上 传出席美国总统拜登就职典礼的影片 肖美琴站在国会大厦前说道 很荣幸能够代表台湾参加就职仪式 民主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自由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期待能和新政府合作 提升我们共同价值观和利益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脸书发文提及 这一次的就职典礼 驻美代表肖美琴接受筹办单位 就职典礼国会联合委员会正式邀请 她要谢谢行政团队的努力 过去四年多来一起深化台美伙伴关系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21日表示 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美方基于防疫考量 大幅缩小本届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举办规模 台湾驻美代表首度正式受邀参与美国最重要的民主盛会 彰显台美基于共享价值的紧密友好关系 未来我国政府将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之上 我们会持续的与拜登政府的团队 推动各层级以及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肖美情这一次获得正式邀请出席 台湾直到最后一刻才公布底牌 在此之前还受到在野党的揶揄 民进党国际部主任利伟罗智政 21日参加由国策研究院举办的拜登就职后 美中台关系与印太安全局势座谈会之志 台湾现在在美国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来自美国国会 尤其是跨党派的支持 他特别点出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施 在推特赞许新政府邀请台湾 我们对美国行政部门的努力之外 我们要持续甚至深化甚至扩大 我们在这个国会的力道 可是未来这个国会心态改变了 所以台湾在民主党的国会议员的经营之上 还要更加努力 曾任蔡政府第一任其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 在与会座谈指出 不只是美国要付出努力 北京也要付出努力 北京付出它的努力 才能让美中关系在台海上 不会带来紧张还是危机 机会与挑战同时并存 其实是两岸关系有些的紧张 不过我的预测是两岸关系 尤其是海峡中线的跨越 北京会更谨慎 主办的国策研究院董事长田红帽 过去也在蔡政府第一任期担任海基会董事长 她在座谈会中透露 不要假设两岸没有对话 如果有对话也不会大张旗鼓敲落打鼓 台北医学大学通事教育中心教授张国诚认为 美国民主党去年拿掉党纲一中政策 虽然党纲不具有约束力 未来拜登政府会把党纲如何处理 端视中国的态度而定 中国关心的议题或是对外交上让美国认为麻烦 或多美国的要求不予让步 美国就会把她的后一种政策具体化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10名专家抵达武汉 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之际 中国官媒连续多日发表报道 批评西方的疫苗 并鼓吹国产疫苗更为安全一得 与此同时 美国打算重归世界卫生组织加入向穷国派发疫苗的计划 请听本台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和路透社1月20号报道 中国官员官媒和网络舆论近日再度大肆宣扬 新冠病毒并非起源于中国 并且指责美国制药商辉瑞和德国生物技术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以及莫德纳疫苗的安全性让人担忧 报道说 这是在世卫专家进行调查的关键时刻搅浑水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告诉本台 中国当局此时不是为了救疫苗与西方吵架 而是稳定国内民心的权宜之计 中国政府他跟全世界200来个国家和地区 其实在处于一种对抗吵架的 向他问责的这么一个尴尬的场景 他还冒着自己外交上孤立的风险跟全球吵架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不跟老百姓在灌出这种谎言 这种阴谋论 他如果不加大枪杆子的镇压功能 笔杆子的撒谎功能 他是真的有一种感觉 就是他的所谓的政体安全受到威胁 最新数据显示 辉瑞疫苗最终阶段的临床试验表明 该疫苗的有效率为95% 中国科兴控股的新冠疫苗 在巴西后期实验中的有效性只有50.4% 在过去一周 中国党媒《环球时报》发文称 挪威出现23例与接种美国辉瑞公司 和德国BioTech公司疫苗相关的死亡案例 多位医学专家表示 mRNA疫苗开发仓促 年老体弱的人要慎用 日本应该考虑中国疫苗 此外 《环球时报》还指责西方主流媒体淡化死亡 刻意污蔑中国疫苗 宣传辉瑞疫苗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退休教授李敦厚对本台表示 没有对照研究的情况下 挪威的案例无法证明中国疫苗的优越性 唯一能够确确知道这个答案的就是说 如果这个中国的疫苗打到挪威那些人的话 是不是会出问题吗 因为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不能比 对 挪威有它的有利的情况 那这个有利的情况是说 你中国去打就没事 不见得 挪威死亡案例大多出现在80岁以上和免疫力较弱的人身上 挪威卫生局发言人马德森日前表示 很难证明死亡与疫苗之间的关系 中国疫苗限制60岁以上人群 以及有高血压等基础病的高危人群不能接种 下面认为 西方国家至少在美国你看到 那么他们是首先从老人人群开始 中国政府为什么花几十亿或者是三百亿的钱 那么要来买美国的疫苗 中国自己的对自己的疫苗了 尤其是如果用了他的国家领导人 那么我相信他是没有自信 中共蝶王熊向辉之女 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磊 在一篇文章中质疑 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 并且暗示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吉利德公司股东 拉姆斯菲尔德从新冠疫苗中获益 李敦后指出 那个药不是那么effective的药 你如果真的准备的那么好 怎么会不准备一个口服药 那个药也是从其他的病毒做其他的病毒来的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首日 便签署了多项政令 包括叫停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序 并指派传染病学家福奇 率团参加世卫组织会议 福奇于1月21日参加WHO会议时表示 美国将保持世卫组织的会员资格 履行财政义务 推动世卫改革 并且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对于病毒溯源的调查 他说国际调查必须强劲且清晰 我们期待着对之做出评估 李敦厚表示 希望他们中国能够把东西拿出来 除非你是恶意做 你不敢拿出来 如果你是意外 拿出来有什么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 华盛顿报道 正在北京召开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审议修订职业医师法 并宣称 吸取武汉肺炎疫情的防控经验 规定医师及时报告 突发不明原因的疾病 但在两种情况下 医师必须服从当局调遣 舆论质疑当局 没有真正吸取疫情的教训 也不希望第二个李文亮 在中国出现 以下是记者高峰的报道 中国报报武汉肺炎疫情初期 多人被指造谣 包括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 当时他在微信群组表示 华南海鲜市场确诊多期SARS 提醒民众防范 其后李文亮被指在网上 发表不实言论 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直到李文亮感染武汉肺炎殉职后 国家监察委才发表调查报告 为这位吹哨人平反 建议修订的医师法 宣称吸收了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经验作法 规定医师发现传染病 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的时候 应及时报告 但医师法同时列明 每当紧急情况及国防动员需求 已是应当服从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调遣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 有关条文自相矛盾 国防的方面当然是国家军事安全战争等等 那么因为中国的任何东西 包括中国的病毒 是不是研究等等 那么是不是跟国防有关 跟地缘政治军事有关等等 那么这些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的话 它很多东西扯到军事上了 就全部作为军事保密 那么大家也都不能去追究 甚至也不能吹哨 那么紧急状况 这就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 什么叫紧急状况 那么就完全变成一个党国任意解读的 他质疑这顶医师法的作用和目的 那么他做给就是世界看的 说啊我们对这个很重视 我们呢也有详细的立法 但是问题中国的这个法制 它就是很多就是在那个宪法条文上的 它都不许你去用 就像中国的外交部的 原来的一个就是那个外交部的发言人 将于他就讲的就很清楚 你就不能那个就是用法律来做 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党签牌 至于何谓紧急情况和国防动员需求 夏敏担心最终会由全国人大说了算 但是他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他就可以不断的把这个就是 弹书所谓的紧急情况 或者是国防那个动员情况 把那个无限给隐身 或者任意的解释 因为在中国毕竟要解释一个法律 那么也是有人大自己可以来 一个解释来释法 这就是香港出现同样的问题 最根本就在于任何的法律 没有公正性的解读的话了 他也就是供大家来那个参观 他真的要实际要运用起来的话了 那么任意性呢就会非常强 他把医师应当服从当局调遣 比喻为巴西斯 他就把就是防疫了 一下进行一种准军事的一种动员和控制 那么让医生的话了 很多的决策自主权 或者科学的那个那个争辩了等等的 都全部不许进行 那么同样的 那么他如果对医生呢 进行这种准军事化的这种管理了 他对病人呢也会进行 一种高度军事化的管理 那个强制的收容 动用城管或者是公安呢 把他们的门呢堵上 李文亮在不少中国人心目中 是防疫英雄 但家人感染武汉肺炎身亡的武汉人 张海相信 当局根本不愿意看到 第二个李文亮出现 所以说我认为他不希望再有李文亮 或者艾芬这类人出现 因为我们国家是对维稳 是看得很重的知道吗 那很多东西他又想掌握在掌握之中 但是他又怕掌控不了 所以说他的心理是特别矛盾的 他既要维护政府的脸面 又害怕失控了 舆论一直质疑 武汉市和湖北生主要领导班子 对疫情反应迟缓 其中市长周先旺曾透露 作为地方政府 市长即使获得疫情信息 也必须得到授权 才能依法披露 关键这个东西 还是看这个人有没有破例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来说 如果新冠发生在深圳的话 我相信绝对不会像武汉这样 爆发出产生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 真正一个有作为的地方领导人 当地爆发了新冠这种病毒的话 他可以决定采取行动 时事评论员桑普则认为 武汉肺炎疫情扩散 关键不是医生有没有及时报告 而是他们的上级到底是医务人员 还是党委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全球视野低秒呈现中国大势 经济霸权主义将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开放平台 不涉陷传播被屏蔽的声音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亚太报道YouTube全新上线 主播嘉远带您了解更完整的中国 刚刚卸任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任内最后一天宣布 美国认定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等穆斯林 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这是迄今 华盛顿在新疆人权问题上 对北京当局发出的最为严厉的谴责 而这对拜登新政府又意味着什么呢 以下是本台记者驾傲的报道 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方是在仔细研究了现有事实后 得出这个结论的 他表示 至少从2017年3月以来 由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强制关押 或严厉限制了上百万平民的行动自由 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 对维吾尔女性进行强制绝育 对责押人员酷刑折磨和强迫劳动 蓬佩奥表示 他认为这些种族灭绝行动仍在进行中 北京当局的上述行为表明 他们希望强制同化 最终消灭一个脆弱的少数族裔和宗教群体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 倡导交流项目高级管理员彼得·埃尔文 周四对本台表示 尽管这份声明的发布看上去有些匆忙 但显然是件顺理成章的事 这份声明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美国国务院此前已经在讨论这件事了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也发布报告说 美行当局的行为很可能已经构成了 危害人类罪或种族灭绝 声明发布的第二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表示 这项认定是个荒唐的弥天大谎 而蓬佩奥正把自己变成 末日小丑和世纪笑话 而在拜登正式就职当天 中国外交部随即宣布将对蓬佩奥在内的 28名在社会问题上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 主要美方责任人实施制裁 不过有迹象表明 拜登政府将延续美国近期 在新疆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美国国务卿提名人布林肯 在周二的国会决认听证会上表示 他对蓬佩奥将中共 在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 定性为种族灭绝表示认同 他还说 美国应该首先确保不从新疆进口 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 不出口可能会被用于 镇压维吾尔人的技术和工具 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总理 东突厥斯坦国民族觉醒运动 创办人兼主席 萨利赫·乌达亚尔认为 拜登政府在新疆问题上的立场 不会发生重大转变 我认为拜登政府会延续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 较为强硬的对华立场 特别是在新疆人权问题上 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会轻易消失 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 和东突厥斯坦国民族觉醒运动 去年曾委托英国人权律师迪克森 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诉状 指控北京当局试图通过 非法逮捕或驱逐出境等手段 将身在柬埔寨和塔吉克斯坦的 维吾尔人检返回国 并敦促这些法院对其涉嫌的 一系列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 展开调查 国际刑事法院上个月发布报告说 他们决定暂不对此进行调查 因为这些指控所描述的虐待行为 均发生在中国境内 而中国不是这家法院的缔约国 至于中方被控 强迫海外维吾尔人回国的做法 法院认为似乎还没有足够证据 印证中国官员的犯罪事实 维吾尔人权项目管理员埃尔文表示 更多的国家应该亮明 他们反对中共打压新疆穆斯林的立场 而联合国也应该尽快采取实质行动 我认为国际社会应向联合国施压 我们呼吁人权理事会 任命一个事实真相调查组 考虑到现有背景 以及美国的这项认定 联合国完全有义务自行调查 新疆局势 路透社报道 美国社媒平台推特近日冻结了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账号 这下外交机构两周前 转发了官媒《中国日报》的一篇 关于新疆人口变化的报道 并指出维吾尔女性的思想被解放后 已不再是生育机器了 一天后 推特移除了这条推文 而这个账号从本月9号起 就再也没发推了 推特的一名发言人本周四表示 他们已对此采取行动 并认定这条推文违反了推特 反对非人性化的政策 至于RG电台记者 嘉奥黄世东报道 中国媒体记者在网络上发表信息和言论 将被纳入年度考核范围 所谓不合格者将不能够通过年度核验 从而失去记者身份 以下是记者乔龙的报道 中国对言论限制的措施 扩展到媒体记者 本周二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 关于开展2020年度新闻记者 正核验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新闻单位于1月20日至3月19日 对新闻记者持正开展年度核验 上收通知 指定的核验范围包括 报纸、新闻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 新闻电影制片厂、新闻网站 县级媒体中心等新闻单位的记者证 除了核验记者是否符合法定许可 是否遵规守法 更重要的是 以记者职务身份 开设微博、微信等自媒体 擅自发布职务行为信息等问题 被纳入记者证核验重点 北京媒体人王良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很多媒体记者对于无法在媒体发布的新闻感到不满 于是在个人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发布 当局此举切断了媒体记者发布信息的渠道 管控记者的言论 有很多记者可能在媒体上发不出来自己想写的东西 然后就通过微博、微信发布 这个其实事实上我必须控制言论 因为毕竟记者还是在这个社会上 还是属于这个话语权 相对比普通人要多一点点 他要是一方面不仅仅是严控这个记者的职业言论 未来两个月 当局将对从中央到县级政府的所有媒体记者言论进行核验 包括记者证持有人是否符合新闻单位 编制内或经正式编用的专职从事新闻采编岗位工作的人员 是否存在党务、行政、广告发行、经营等非采编岗位人员 或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以及是否存在离港离职、离退休人员的新闻记者证未诸销情况 关键是是否存在擅自以记者职务身份 开设微博、微信等自媒体 擅自发布职务行为信息等问题 是否依规参加相关培训 是否存在新闻敲诈、有偿新闻等以媒谋私 以及编造传播虚假新闻等问题 是否存在持证人员被处以刑事处罚的情况 媒体人王良说 以前他在官媒工作时也曾遇到体制性审核 但官方没有像今天这样将其纳入行政规定 广州议议人士王爱中认为 当局的这一新措施无非是继续收紧对言论的控制 这显然是对新闻广制的一种延伸 过去可能主要还是对新闻媒体的广制 那么这个记者的一些这个个人开的这个自媒体呢 那是没有广的 那么他们可以把一些这个信息通过个人自媒体的方式进行发布 那么现在就它延伸到了新闻从业人员的 这个私人的一些自媒体的这个发布上 这恐怕对未来的信息封锁会更加的严密 王爱中说 从目前很多人被限制接受外媒采访 可见当局此举也在意料之中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导 就中共镇压香港民主反对派 欧洲议会21号通过决议 呼吁欧盟利用欧洲版的马格尼茨基法的 欧洲联盟人权和民主行动计划 制裁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中港官员 今天记者蔡玲发自巴黎的报道 欧洲议会21号通过决议 强烈谴责中国镇压香港的民主反对派 侵犯人权、民主和法治 议会向欧盟及成员国提出多项建议 包括利用经济优势向中国施压 并就欧盟通过全球人权制裁机制 呼吁对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以及其他对香港及中国人民进行镇压 并严重侵犯人权的中港官员 采取有针对性的制裁和冻结资产 欧洲议会以526票赞成 43票反对 通过针对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安法 镇压香港民主反对派的多项 没有约束力的议案 决议强烈谴责香港国安法自生效以来 一系列逮捕民主反对派代表和摄运人士 已经有93名反对派人士被捕 欧洲议会外委会安全纪防卫小组主席 弱瓦索强烈谴责中国 他说 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害怕自由 即使在700万人口的香港小岛上 中国政权偏好自由镇压 甚于自由表达 我们看到中国并不遵守对国际法的承诺 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我们也看到中国共产党害怕透明 世界卫生组织耗费时间困难谈判 终于得以让调查团进入武汉 调查武汉肺炎病毒的起源 我们也看到中国毫无顾忌地镇压维吾尔人 绿党议员亚尼克也指出 我们不能一方面批评中国独裁政权 另一方面又犬儒地和中国做生意 今天议会不应该只是质疑 与中国的投资协定 必须揭露知识主权经济 民主 能源 数字经济的错误 议会表示 尽管欧中进行了37轮的人权对话 但是多年来 中国的人权记录仍在急剧恶化 议会呼吁欧盟采取新的更加果断的对华政策 决议也呼吁欧盟成员终止与中国的引渡条约 以防止引渡、维吾尔人、香港人、藏人 以及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和欧洲公民 在中国被进行政治审判 欧洲议会还要求 港府应该释放现狱的民主运动人士及和平示威者 决议特别点名之前起诉的包括 民主党创党主席李助铭 前议员吴矮仪、李卓仁等15名民主派人士 以及12港人案中的10名主要反对派人士 针对李助铭等多名民主派人士 涉嫌参与非法集结案 香港律政司委聘英国御用大律师佩里 到香港处理监控工作 但是这个决定引起英国政界及法律界的批评 对佩里不在意成为政治宣传工具 感到震惊及尴尬 外向拉布甚至批评他为例仕途 律政司20号发表声明 针对佩里参与案件的工作 有不断来自英国社会的压力和批评 佩里对有关的压力及豁免强制检疫的安排表示关注 并指出审讯应该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如期进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中国公民记者张展 因为去年初在武汉报道新冠疫情而遭判刑4年 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14个国家 共同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打压新闻自由 并敦促中国立即释放张展和其他因报道疫情真相而被拘留的人 今天文台记者刘飞的报道 去年初张展之声前往武汉采访新冠状病毒疫情 当时他拍摄了医院情况 询问了民众观感 没想到在5月被捕 12月法院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判他4年刑期 成为首位因为调查疫情而遭审判的记者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20号发出 和美国、英国、德国等14个媒体自由联盟国家 共同签署呼吁的声明 对张展不公平拘捕判罪表达关注 声明提到 目前在中国至少有47名新闻工作者被拘留 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我们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张展 以及所有其因报道而被拘留的人 并敦促中国当局允许新闻记者从事其职业 而不必担心遭到逮捕、骚扰或报复 并结束对媒体的广泛审查和控制 以及更广泛的言论自由 张展被捕引发加拿大中国民运组织和基督教团体的关切 呼吁沃泰华要加大力度对中国施压 有基督教组织今年初为张展发起了 接力禁食祷告陪张展姐妹行苦路活动 鼓励教友一周禁食一餐 在禁食期间为张展祷告 温哥华信友堂教会牧师洪雨剑表示 很多教会教友们都为张展的事情感到痛心 因为张展在国内所属的教会不太敢公开发声 所以海外的支持声音更加重要 中国家人教会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动作 而且现在中国的这个所谓过去的网络的大V 发表的不同意见 这些人全部被抓 被封 人权律师也都被抓 强迫电台电视台认罪等等 在习近平这里弄得是更加严酷了 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总务主任罗勒表示 张展一直是捍卫公平正义的人 过去担任律师时 就因多次热心维权 律师执照惨遭注销 如今又因揭露武汉胆疫真相而被判刑 中国亦如杀人成瘾的凶手 肆无忌惮 根本不顾及国际社会呼吁释放张展的声浪 如果各国只是停留在声明而无行动 效果不大 国际社会做的远远不够 就是如果要是真的想要让中国停止这种迫害活动的话 那就不是一个声明所能解决的两个问题 希望就是政府能够真的有点实质性的东西 对中国进行全破坏的这些官员 做点能够让他们感到切身痛苦的一些制裁行动 除了张展 另外三名光明记者 陈秋实 方斌 李泽华 也在去年初对武汉疫情进行深入采访 均遭到当局抓捕 有消息指出 李泽华和陈秋实虽被释放 但处于监视状态 方斌被抓后至今下落不明 可能被关押在武昌监狱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在一份台湾美国商会的调查中 有八成六的商会会员 对台湾2021年的经济前景表示乐观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高达九成六满意台湾的防疫成效 美商会执行长李豪称 此刻是台湾的黄金年代 在台美商 对台美双边贸易协定关注度 更胜两岸关系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20号就职 台湾美国商会就在21号发布 2021商业景气调查报告 结果显示 高达八成六的台湾美国商会会员 对于2021年台湾经济景气表示乐观 比去年2020年的六成乐观 不只高出了26个百分点 更创下了历年的最高纪录 台湾美国商会执行长李豪 赞誉此刻是台湾的黄金年代 这份报告显示 近二成八的受访会员 对今年台湾经济景气非常乐观 另外有七成八看好台湾未来三年的经济表现 甚至有四成的会员透露计划要扩大争裁 台湾美国商会执行长李豪指出 美商会员对于台湾景气之所以如此乐观 主要是九成六的受访会员 满意台湾政府和民间 在这一年的抗疫表现 李豪还说相较其他国家目前的环境 台湾金融整体相对稳定 股市创新高值得外资信任 此外有四成受访会员表示 美中贸易争端影响企业供应链布局 另外有高达六成五的会员认为 台美应该赶紧签署双边贸易协定 也就是BTA 另外有五成三则认为 要签署双重课税协定DTA 美商会员对于台湾政府的前五大建言 和去年明显不同 今年第一优先议题是防疫 第二是台美的BTA 比去年前进了两名 两岸关系关注度则从去年的第一顺位 退居到第三 能源议题从去年的第二退到第四 至于北京对台文攻武嚇 尤其近半年解放军机 加大密度和力度扰台 是否影响美商对台湾投资意愿和信心 李豪说 你看我们的会员回答 他们还是觉得台湾是一个 非常的好的地方投资 不管那个问题 他们都最好觉得台湾是 安全 那希望他会继续这样子 有人预测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美台关系会有变化 进而影响美商在台投资环境 李豪则说 我们不会特别问那个问题 不过你可以看到那个调查是 从11月份到12月份 大家都已经知道会换政府在美国 不过他们还是很optimistic 所以意思是 他们对那个转换的不是一个重点 他们还是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可以可以投资 台湾美国商会经理卢恩广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这份报告针对400多名美国商会会员 企业代表发放回收有效问卷约200份 其中外商认为台湾人力资源有六大优势 一个就是值得信任 就是非常的可靠的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执行率非常的好 还有非常的对公司的忠诚度也很高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有很高的 就是商业的一个商业道德的一个概念 然后再来就是愿意接受训练跟愿意接受成长 还有在团队合作的部分其实表现得都非常好 2030年就是台湾政府希望可以推动双业国家 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速的推动 而参与调查的美商企业涵盖许多产业 ICT就是资讯服务产业 然后化学产业健康健康产业 台湾美国商会前身为台北市美国商会 今年1月1日起证明为台湾美国商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去年11月有15个亚太地区的国家 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RCEP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有专家认为这个协定面临的一个挑战 就是如何与其他现存的贸易协定兼容 并完善投资者与国家的争端解决机制 今天记者一斌的报道 来自亚太地区的经贸法律学者和专家 1月21日在非盈利组织 美国国际法学协会的网络研讨会上表示 争端解决机制的尚未完善 仍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面临的一大挑战 有分析指出 中国作为经济体量最大的RCEP缔约国 积极推动多方谈判 在该协定框架下 市场自由化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取消 有助于亚太地区细化产业分工 继而有利于中国延伸产业链 同时其他缔约国销化中国出口商品 一定程度上缓解美中贸易摩擦 而RCEP目前暴露出来的问题 不仅是其他缔约国 更是中国在接下来的谈判中 亟待解决的优先事项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国际法教授李在明特别指出 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 虽然第十章明确定义了投资和投资人 以及实质性投资条款等 为国家间争端的解决提供了适用方案 但并未落实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 涉及投资的第十章 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现有的国际投资协定 但和其他国际投资协定的条款相比 这一章内容很少 过于简洁 最重要最具有争议的问题是投资仲裁 我认为最不可缺少的 是在国际间的谈判中 改革现行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第十章只适用于解决国家间的投资争端 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 以国际公法为依据 为投资者对国家提起歧视性诉讼提供了平台 尽管许多双边贸易协定都适用该机制 但世贸组织并未将其纳入规则之内 此外 美国和欧盟一致反对 这以投资者对国家提起诉讼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李在明说 在未来两年内 RCEP成员国将就这一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谈判 但预期在5到10年后才能看到成果 越南外交学院国际法学院副院长崔海言 在会上同样认为 根据第十章受协定限制的投资者 拥有的只是实质性的投资保护 但该协定尚未明确解决争端的执行机制 在RCEP生效后 有两种情况会发生 一是在计划到期后 缔约国对于该争端解决方案没有达成共识 导致投资者仍遵从与RCEP共存的其他双边贸易协定的投资条款 二是缔约国无法就争端解决机制达成一致 这种情况仍然涉及其他贸易协定相关投资条款的执行 崔海言说 该协定针对柬埔寨、越南、老挝和缅甸等低收入国家 设立了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 他认为 给予该四国特殊待遇 使其可以继续沿用其他贸易协定的条款 会大大削弱对来自其他缔约国的投资者的吸引力 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贸易、投资和创新司司长米基奇认为 虽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劳工、环境等方面的标准 不及其他国际贸易协定 但不可否认该协定对亚太地区一体化有极大促进作用 同时 该协定的缔结对促进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有巨大潜力 最为亚洲电台记者伊宾华盛顿报道 欧盟对关系委员会19号发表欧洲人如何看待拜登的美国的研究报告指出 2020年美国大选后 欧洲人普遍认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有未来 但欧洲人怀疑美国为重获影响并遏制中国崛起所做的努力 欧洲人认为中国将在十年内成为世界领先国家 但不同于美国希望与中国脱钩并加以遏制 欧洲人仍希望将中国带回到基于规则的体系中 欧洲人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现在欧盟成员国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 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崩溃 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日益衰退 甚至中国将在十年内成为世界领先国家 根据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19号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 去年年底针对11个欧洲国家1万5千人进行的调查发现 尽管大多数欧洲人欢迎拜登当选 但也认为拜登不能帮助美国以卓越的全球领导人姿态卷土重来 在目睹美国对武汉肺炎疫情的反应和国内两极分化后 大多数的欧洲人开始怀疑华盛顿影响世界的能力 反而大多数欧洲人日益感受到中国的强势 六十分之六的受访者认为 中国在未来十年内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超级大国 在西班牙有7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超过美国 在葡萄牙和意大利则有72% 北欧和东欧国家最乐观美国大国的未来 不过连清美的匈牙利和丹麦都有48%的受访者认为 中国将在未来十年内超过美国 报告分析认为 大多数欧洲人都意识到了 美国有可能很快被中国取代的地缘政治调整问题 虽然拜登呼吁美国和欧洲组成联合阵线 对付崛起了中国 但是当今的欧洲不想回到从前冷战的两极世界 还有对美国的怀疑 并受到特朗普对狭义国家利益的影响 欧洲民众开始对跨大西洋联盟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 泛欧民意调查结果表明 至少有一半的受访者 希望他们的政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 能够保持中立 分析指出 这可能反映出一个事实 尽管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在强化对中国的态度 但他们的长期目标有所不同 美国人希望与中国脱钩并加以遏制 但欧洲人仍然希望将中国带回到基于规则的体系中 在美国 许多人将新的冷战前景视为外交政策的新焦点 欧洲人却对与中国进行新的冷战不感兴趣 并不是欧洲人亲中 之前民调已经指出 欧洲人不喜欢中国模式 尤其武汉肺炎疫情已经明确揭露中国的霸权野心 但欧洲人似乎渴望开拓自己的道路 而不是一步一趋美国的对华政策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就一再表示 欧盟不会与美国结盟共同对抗中国 伯雷利指出 美国和中国是两个大国 欧盟不会在美中冲突之中选边站 美中紧张关系成为全球政治主轴的时候 选边的压力增加 但是欧洲人必须走自己的路 许多欧洲公民支持建立一个主权更强和自治的欧洲 认为欧洲主权是在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中 走向中立的代码 欧洲主权不是进入国际政治的重要入口 而是从明天的两极世界中紧急退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导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避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 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 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l6z6owmtlf.onion-mandarin- 读者可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 匿名访问以上网址 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 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 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 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国际互联网社交媒体巨头推特 星期四证实 该公司已经封禁了中国驻美使馆账号 原因是中方有关维吾尔妇女被解放后 不再是声誉机器的推文内容 违反了推特公司反对非人性化的用户规则 据路透社报道 卸任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 阿吉特帕伊在日前专访中发出警告 中国潜在的间谍活动 以及对美国电信网络和互联网自由的威胁 将是美国监管机构 未来四年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问题 由美国非盈利组织公民力量发起和组织 针对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旗下微信的 言论监控集体诉讼案 日前正式向加州高级法院提告 公民力量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诉讼的起因是整个华语世界 对微信的审查和监控 以及加剧武汉冠状病毒爆发中 所扮演的角色感到愤怒 许多美国微信用户 对他们无法在没有监察和监控的条件下 通过微信进行交流而感到不满 这种状况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 据维权网1月21号引述中国新公民运动 发起人许志勇的律师梁小军和张磊发布的消息 许志勇在与外界失联一年06天之后 当天下午首次获准在山东林椅一个看守所 与律师进行了远程视频会见 律师表示 许志勇看上去状态还可以 心态平和和乐观 很高兴见到两位律师朋友 非常关心外界的各种信息 两位律师把近一年来 国际国内大事盖要地告诉了他 也转告了外界的广泛关切 许志勇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他表示做真正的公民 追求自由 公义 爱中国 无怨无悔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